欧米嘎吉变种人 大群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大群原名大卫查尔斯·哈勒 是X教授和一个以色列女子的私生子 也是一名欧米嘎吉的变种人 X战警宇宙里最强大的变种人之一 同时也是一名反英雄角色 一开始大群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超能力 而是和他的母亲在一座变种人研究中行驶 才发现了自身有着多个人格 并且每个人格都拥有着独特的超能力 因此也开始被称为大群或者军团 知识二 大群是一个多重人格症患者 他自己曾说过 他的身体里住着超过1000个人格 而且这些人格每个都拥有着一个独特的超能力 其中有200多个人格的超能力是具有欧米嘎吉的实力 而且大群还可以通过自身的超能力 或者杀掉对方 从而吸收对方的人格以及超能力 即使不吸收 大群的身体每隔一段时间 也一样会自动产生新的人格 而且他的这些人格和超能力并没有数量上限 知识三 在大群众多个人格和能力当中 有许多个实力堪称逆天的人格 比如被密克称为变种人上帝 可以扭曲现实操控时间 具有秒杀救神实力的五号人格 而五号人格是大群所有的人格能力中最强大的一个 另外拥有漫威大神都会得全知能力的1012号人格 可以操控时间轻松调达万词王的227号人格 甚至还有可以编制现实能力的人格 以及拥有创造世界能力的人格X 以上所说的人格能力 也只是大群强大实力的冰山一角 如果他精神状态稳定 是可以随意切换这些人格来进行战斗的 知识四 大群因为患有多重人格的病症 使得他具有了众多逆天的超能力 同时因为如此众多的人格存在于他的身体里 也导致了大群平时的精神状态极其的不稳定 而这也是他的巨大弱点 因为体内的人格会相互排斥 导致了大群经常处于崩溃的状态 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出这些能力该有的实力 知识五 大群虽然是X教授的儿子 但是X教授一开始并不知道大群的存在 大群的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并未告诉X教授 后来是X战警的敌人隐王 想要利用大群的力量毁灭世界 所以在大群经神崩溃时抓走了他 后来X战警打败隐王救下了大群 在治疗的过程中才得知大群其实是X教授的儿子